藏身在戏纸的巷弄里 一处空间不大 却结合原住民族特色的文心空间 这里是智善基金会 为了协助都会区族人及青少年 特别成立的戏纸娃娃森林儿哨发展中心 29号正式开幕 家长也相当开心 有空间能让孩子学习参与活动 对我们的帮助就是 可能放假的时候 这里周六下午都会有办一些活动 或是亲子的课程 然后就可以带小孩子一起来 让他们接触这些哥哥大姐姐 然后学习一些手作 然后还有亲子活动 对他们很喜欢来 尤其是喜欢这边的老师 智善基金会执行长表示 都会区族人多半从事建筑业 工作相较不稳定 而戏纸区带有200多位原民青少年 为了协助升学发展 因此安排课程以及社工辅导 协助幼儿的照顾 怎么样去提升跟鼓励 学童自主快乐的学习 怎么样协助都市原住民的青少年 顺利的升学就业 然后怎么样支持 妈妈可以有更好的经济自主 智善基金会强调 这也是全台首处替都会区族人 打造的社区亲子空间 希望减少家长负担 同时辅导青少年找到未来发展 原则新闻那么大陆新北市戏指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